赢在中国,颠覆2014偷偷欧高峰论坛,趋势尽在掌握。 张博,滴滴打车联合创始人。 2012年,他结束四年百度生涯,轰降滴滴打车。 他坚守让科技服务生活的梦想,为滴滴打车技术护航。 2014年1月,滴滴打车接入微信,短短30天,微信订单总量突破500万。 如虎天意的滴滴打车,让张博科技改善出行的愿景,触手可及。 下面有请,张博。 第一打车,我们最开始在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 我们发现社会的问题,想办法去解决社会的问题。 等到我们做到一定的规模了以后,突然发现我们是O2O。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可能是反过来的一个演讲, 就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然后现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归纳出我所理解的O2O。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在打车。 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 所有的城市打车都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我以前在上帝上班, 然后我一般到九点钟下班了以后, 我出门有一排出租车, 因为我家住东北五环, 我从第一个问到最后一个, 要不要去北苑, 要不要去北苑, 所有的司机都说不去, 不去,不去, 非常痛苦。 第二张出租车司机, 同样很痛苦。 我每天都用两次第一打车, 然后到现在已经打了一千多次, 我访谈了一千多个司机, 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所有的司机跟我反馈的都是空使率很高。 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空使率是30%到40%,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有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是开着车去找哪里有打车的人。 你知道一个司机, 他开着车开了十公里, 找不到能够接的活, 他是一种什么样交集的那种心理。 那么我们掰开去看这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人找车这么难, 另外一方面车找人也很难, 这个里面是有信息流动的问题的。 在传统的打车体验里面, 一个乘客要打车, 他如何来发出这个信息呢? 他必须得下楼, 走到路边, 伸一下手。 这个信息是以光为媒介往外传播的, 他只能被前后方几十米, 没有视线遮挡的出租车司机看到。 出租车司机即使看到这个信息, 也不知道这个乘客的目的地在哪里, 这是为什么产生巨载的根本原因, 因为司机有的时候他晚上要交班, 他要回家, 他对于目的地的方向是有一个比较强力的诉求的。 我们再看出租车的一个场景, 出租车司机每天的工作可以拆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找附近哪里有打车的人, 第二段是找到了以后把他送到目的地。 第一个事情是纯消耗, 不产生任何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第二个事情是产生社会价值的。 然后他现在用第一个事情, 找附近哪里有打车人的工具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工具, 是眼睛。 眼睛它是很有局限的, 比如说一个楼宇的这边有一个司机, 那边有个乘客, 他们之间相互是无感知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打车这个场景里面, 是有这种信息流动不顺畅的问题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打车软件出现之前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我在网上找的一个国外的电话呼叫平台, 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电话呼叫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呼叫平台, 它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个乘客, 我现在想打车了, 我拿起电话, 拨一个96103, 喂, 我现在要从北京饭店去北渊家园, 然后那边会有一个客服, 记录好你的信息, 然后他会首先会在地图上检索北京饭店, 标一个点, 然后再画一个圈, 然后再把你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填上去, 点发送, 这个信息会发送到出租车的车台, 然后出租车的司机会听到这个信息, 如果他觉得感兴趣, 可以通过车台点场单, 这时候往前进了一步, 我们看到乘客不需要走到路边, 去把这个他打车的需求发出来, 他可以随时随地拿着电话, 把需求发出来, 但这个模式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以96103为例, 北京最大的一个电话呼叫平台, 一个客服一天最多只能接100个电话, 工作8个小时, 那么要承接1万个订单需要100个客服人员, 对吧? 平均每一个客服人员每个月的成本至少是4000块钱, 那么维护这样一个平台, 光人力成本是40万一个月, 还有这种设备的成本, 而我们看一下1万个订单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收入, 乘客付3块钱, 其中1块钱是96103, 1块钱给出租车司机, 1块钱给出租车公司, 也就是说他一天的收入是1万块钱, 一个月的收入是30万块钱, 换句话来说, 就是电话呼叫平台这个生意本身, 它不是一个能够乱得起来的商业model, 它是一个赔钱的生意, 并且规模越大赔的越多, 订单越多需要更多的客服来处理, 赔的就会越多, 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问题是人在里面做信息的中转是低效的, 我们在想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更高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这个是我们想做的, 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了滴滴打车这个事情, 核心思想是把信息传递从光这个媒介改成移动互联网, 它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是什么呢, 左边是我们的乘客端, 乘客不需要下楼走到路边, 只需要拿起手机, 说一下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 这个信息我们会以移动互联网LBS的技术发到周边若干公里的司机, 在核心地段我们会让周边一公里的司机听到, 在北六环或者很偏远的地方我们会让周边五公里的司机听到, 我们现在平均一个订单会被70个司机听到, 这个是在线下不可能伸一下手, 会有这么多司机感知, 这是带来的第一个生产力的提升, 就是信息的传递可以传递到更远, 第二个生产力的提升是信息的这种承载量更大, 传统的打车体验在线下伸一下手, 司机只知道这个乘客打车或者是不打车, 而我们现在的乘客, 我经常去听乘客的语音, 很多乘客说可以微信支付, 因为我们最近微信支付有补贴, 还有的乘客说打表来接我, 大家都懂的, 因为很多乘客是可以报销, 打表来接可以极大的提升成交率, 有的乘客很着急说加价五十, 这是一个很刚性的需求, 我们团队每天早上九点半开早会, 迟到一次罚两百块钱, 如果我打不到车我要赔两百块钱, 在这个时候我哪怕出一百块钱, 打到公司都是值的, 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背景下, 他的时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是愿意花钱去买时间的, 而在传统的线下打车体验里面, 你不可能掏出一张一百, 晃, 我要加一百打车也不会有多少司机看的, 所以这个里面是信息流动不顺畅的问题, 在司机端是右边, 我们发现司机在开车的时候, 他的眼睛和手都是很忙碌的, 他的眼睛在不停地看马路, 看路况, 然后他的手在朝着方向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这种产品的打磨, 我们是第一个推出语音订单, 司机不需要看手机, 我们会把乘客叫的订单通过这个耳朵的方式, 这个信息输入到他的大脑里面, 然后他会去做分析, 如果他感兴趣, 只需要点一下抢单,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研制抢单按钮, 这个按钮是可以贴在车里的任何部位, 比如说方向盘上, 司机对这个订单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不需要在操作手机点一下抢单了, 可以直接在操作方向盘的时候, 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完成抢单的动作, 进一步提升这个安全性, 就是我们在整个流程里面的做的事情, 在今年年初, 我们再进一步, 我们再想, 我们解决了打车这个领域的这种信息流动的以外, 还能再做什么事情, 从让人们更便捷地打到车, 到让人们更便捷地支付车费,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当我要付钱的时候, 司机说我没有零钱, 我得被迫去旁边的小妹部买一瓶水, 或者买一包烟, 这种体验是很痛苦的, 出租车司机同样也很痛苦, 很多司机有这种收到假币的这种场景,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线上的这种服务, 去把乘客和司机的问题解决掉, 乘客只需要付一个金额, 然后输入一个密码, 钱就可以到账, 在这个里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流程, 这个背后做了很多复杂的工作, 我们每天承接几百万笔这种交易, 每天有上千万的这种金额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流过, 这个对于系统的这种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大部分的银行提供的是T加1的服务, 就是乘客付了款以后, 必须得第二天才能到司机的账上, 而司机它是一个对钱非常敏感的一个群体, 它是低收入的群体, 特别是在最开始我们推这个服务的时候, 它对我们是没有信任的, 我们为了让司机能够更快的拿到钱, 是我们滴滴企业自己给司机垫钱, 就当乘客的钱还没有到司机的账上的时候, 有滴滴先把钱给司机付了, 然后等乘客的钱第二天再到我这里, 我们就是为了让司机能够更快的拿到钱,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去打磨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体验, 这个图是武汉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的这个呼叫图, 这个黄色的点是乘客叫车, 这个白色的点是司机的分布, 我们会看到他们的分布在地域上是不均匀的, 在这种叫车的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司机是比较稀疏的, 在很多有司机的地方, 这个订单是不足的, 我们刚刚申请了一个专利, 叫调度司机, 我会通过大数据分析, 预测在这个司机旁边的某一个地方, 未来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 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多的乘客的叫车的一个订单, 然后我会跟司机说, 建议你去那边,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功能, 实际上它背后的含义, 是更加深远的, 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做的事情是, 抹平信息不对称, 那么这个动作代表着, 我们开始利用线上互联网大数据的分析, 去对线下产生影响, 这个事情是一个有很深远意义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们已申请专利了, 我们现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我们现在的数据是60%的时机, 听到这个信息了以后会前往, 然后其中80%的司机反馈, 这个信息对他们有用, 我们来看一下在O2O的offline这一端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进军了全国178个城市, 有一亿的下载乘客, 每天有90万的司机使用, 这张图是我们去年4月10号, 我们CEO成为在微博上面发的一张图, 这张图是上海当时的在线司机, 我们最开始是在北京起步, 我们在北京做了有7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们做到了在线1万的司机, 然后我们把上海做到在线1万的司机, 用了40天, 然后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去总结和打磨, 如何去做这种线下的这种拉入司机的工作,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火车站和机场, 那里有一条通道, 司机在这个通道从进到出最多只有5分钟, 我们如何利用好这5分钟, 首先破冰, 跟司机建立信任, 从他一个完全对第一打车无认知的一个司机, 变成有认知, 建立信任, 然后在手机上装上, 完成注册, 开始让他听单, 教会他抢单, 所有的动作在5分钟内完成, 我们在不断的去打磨, 怎么样更优化, 怎么样用更少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后面是一些数字了, 我简单说一下, 我们现在的司机数是90万, 用户数1亿, 日订单500多万, 最后我想说一下, 我所理解的O2O, 我在想,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一个O2O的事情, 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做起来, 最后我总结了有三个事情需要做, 第一个事情是, 把线下的信息整合到线上, 这个里面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了, 什么样的行业, 在这种整合的过程当中是门槛比较低的, 有两种, 第一种是, 这个传统行业自身本身信息化程度比较高, 举个例子, 比如说酒店, 它本身就是有这种信息化系统的, 我们跟它的信息化系统对接, 就可以把它酒店的所有的信息给放到网上,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 我们对于线下需要的信息是简单的标准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滴滴打车的司机, 我们需要他的信息就是他现在的位置, 只要他打开手机打开定位, 我就知道, 我就获得他所有的信息了, 因为我是根据他的位置推送附近的订单, 这两种行业, 把线下的信息放到线上的成本都会相对低, 第二个经验分享是, 我们怎么去破冰, 越传统的企业在破冰的时候的成本越高, 我们最开始去找出租车司机去谈, 你装一个第一打车, 然后很多司机说我们是骗子, 这里没有太多的捷径, 只能用你的真心换他的真心, 一遍一遍的去说, 你装吧, 你装吧, 可能跟100个司机聊, 其中有10个司机相信了, 最后只能装一个, 没关系, 我们找200个司机聊, 总的就有两个了, 最开始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滚起来的, 这需要一个很强的线下团队, 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情, 我们如何把线下的信息整合到线上, 第二个动作要做的是, 做一个极致的优秀的移动互联网, 或者是互联网的产品, 打通线上和线下的信息流, 对这个行业进行, 在信息流的层面上进行重构, 以第一打车为例, 我们对信息流的重构是, 传统的这种打车需要以光, 为这个媒介来进行信息的传播, 我们把这个光的这个媒介换成了移动互联网, 并且在里面加了很多智能化的这种算法, 去重构这个信息流, 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 这是我们为这个行业创造的社会价值, 第三个事情是, 当我们做到第二步, 我们进一步的去提升线下的服务质量, 进一步的为这个行业创造价值, 我们再去约束司机, 你要怎么样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服务, 准点到达, 跟司机说您好, 不要爽约, 如果爽约我们会给你一定的惩罚, 当你做到一定规模了以后, 你对线下是开始有约束了, 如果我们做到这三步, 企业不断地给社会创造价值, 是可以从这个里面获得商业价值的, 这是我所理解的, O2要做的三个事情, 如何来完成这三个事情, 这三个事情正好对应了三个团队, 线下团队, 线上团队和运营团队, 三个脚一个都不能缺, 每一个都要很强, 我想讲一下我对于O2的理解是timing的问题, 就是O2其实不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 大众点评已经做了11年, 他们这前面11年全部做的都是O2, 把线下的这种商户的信息整合到线上, 然后提供给大家查询, 那么为什么在最近两年开始, 我们发现O2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快速的增长, 这个里面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的, 就是O2最近一两年的爆发, 和移动互联网这波浪潮的爆发是完全偶合在一起的, 移动互联网给大家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 在人机交互领域里面有一个名词叫无处不在的计算, Ubiquitous Computing, 它是说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信息进行接触, 移动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们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我可以随时随地和信息进行这种交换, 它带来的变化是人和组织之间的这种信息流动的流程和结构的重构, 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 移动互联网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智能手机降到1000块钱以下, 如果说在2012年上半年以前, 移动互联网还是属于这种高率负白富美, 那么到2012年的下半年开始, 绝大部分的普通大众开始入场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人群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开始入场移动互联网, 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移动网络的这种资费的下降, 稳定性的提升, 速度的提高, 在2012年下半年在北京一个司机要办一个三百, 一个月三百兆流量的套餐只需要15块钱, 而在上半年还需要70块钱, 这是因为这两个基础设施的完善, 使得移动互联网在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开始爆发, 然后伴随着欧托也开始爆发, 这是我对Timing的理解, 而欧托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变远远远还没有到终点, 最后我想说的是移动互联网让出行更美好, 这是滴滴打车的愿景, 作为我个人, 我是一个连续创业, 已经是第二次创业的一个创业者, 如果说把我这两年的经历总结为一句话, 我想跟大家share的是, 创业其实是我们在不断地做两件事情, 明显是改造世界, 暗线是改造自我, 我们只有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品格和智慧, 才能够对这个社会的不完美, 保持敏感, 并且想方设法地去找到方法去解决它, 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品格和智慧, 我们就无法去实现我刚才说的改造世界的梦想,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